我平常除了做一些比較基礎的保養之外 其實我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保養習慣 就是我非常重視按摩 所以最簡單的是你只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一路從臉旁邊這樣子往上按壓 然後重複的往上按壓的時候 你就會把髒東西往上帶 但是髒東西往上帶的同時 你要讓它從淋巴下來 所以你就是手往上推再往下 這是一個動作 或者是用指壓按摩眼睛周圍部分 如果你還有適當的工具的話 它可以幫你試半功倍 所以通常我會有小道具 就是這種小滾輪或者是T字棒 那這個呢它轉開了之後會震動 所以它還可以包括放在一些眼部的穴道這邊 然後可以幫你按壓之後 會讓你可以更放鬆 然後把眼睛周圍的循環做得更好 去除眼袋跟黑眼圈 這幾個點都可以放 然後一樣它也可以幫助你側邊往上推 然後再從後面淋巴結的地方往下滾 這個工具也是一樣的作用 它最好的是它可以在你兩夾骨頭這邊 你往上推的時候 它可以幫你整個把皮膚拉提往上帶 然後再從這邊一樣從這邊下來 所以你就會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同時又可以去水腫 但是當你只用這兩個道具的時候 很容易讓你的皮膚非常的乾 你怎麼樣去滾它不會痛呢 所以通常我會再使用 我的小八寶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保濕液 那通常我會就是用幾滴 可以浮在均勻的拍打在臉上 然後呢再使用這個乳液 也是一樣幾滴就好拍打在臉上 讓它有一個潤滑度 那這樣的時候 當你在去滾的時候 它就會非常的舒服 然後不會讓你黏到皮膚很痛 但是又可以讓你去水腫 這就是我的小法法喔 然後當這些工序都做完的時候 只要譬如說畫個簡單的睫毛膏 然後擦一點點的唇彩就可以快樂的出門了 因為你的皮膚就會非常的透亮 然後又去水腫 看起來非常緊緻 要不要試試看呢 Hi 幹嘛呀 你們要來幹嘛 想要看我在房間裡幹什麼是不是 鏡頭都不說話耶 但是進來吧 歡迎光臨 現在現在 我正在悠閒在看書 因為昨天剛看完了非常好看的秀 然後今天晚一點再工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還可以有時間出門逛逛 然後我在看的是這個 無名義的書 我現在想要來泡一個很好喝的東西 因為昨天去看秀的時候其實天有點冷 平常我其實都會帶這個薑茶出門 因為我們拍戲或者是晚上 就比如說像昨天看秀 很天很涼 穿的又比較單薄 隨身帶著 黑糖味老薑片 女孩子們的好朋友 我平常喝咖啡的你看 我是隨身出來的時候都會帶著 耳掛式的咖啡 因為我很怕到哪裡沒有我喜歡的咖啡 整個給西就很多 就會有磨豆機啊 豆子 然後會有那個過濾咖啡的 然後下面還會帶一個涼杯 所以整套起來就是會佔掉心理箱一大部分 所以我心理箱裡的東西真的很多 我記得我被問過人家說我帶最奇怪的還有體重機 就陳奕涵送我的體重機 超迷迷的一個 這一房應該會做什麼運動嗎 運動其實還滿多的耶 其實我們平常很常做半鐘桌或者是 就是會含胸嘛 所以其實胸都很悶 但如果這個時候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躺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高度 高度差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慢慢的 先把眼鏡拿掉 往後倒往後倒 哇你有聽到卡卡卡的聲音嗎 就是你整個拉背 哇整個胸都開了 然後你可以把手往前放一點會拉得更開 太舒服了舒服到我不想起來 這個可能有點醜 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你找一個地方可以勾住腳的 你到這就不會甩倒 然後你的腳勾住了之後 其實可能這裡是要開90度 把你的上面可以往下折 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勾住的原因 就是讓你不要翻過去 然後你就會發現 哇肩胛骨這裡 現在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是它會深層按摩你 肩胛骨最深最疊的地方 左右兩邊拉完 一身輕 不好意思喔 這樣拉開很奇怪的 這是我的心筋已經被我 已經破爛到成這樣 但是那是我出國的時候 一定會帶東西 就是睡在外面的時候一定會帶點東西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我就把它壓在枕頭底下 登登 這個是什麼 看看 瓜沙棒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吃感冒藥的人 因為感冒藥 凡是藥必相生 尤其會相剩 所以就是 本人就會 研究一點點 中醫啊 精略啊 穴位這些 然後我後來發現 穴位這件事情真的很神奇 當你有一點點開始 覺得好像吹風吹到頭痛的時候 這裡有個地方叫風池穴 在後面 耳朵後面這邊 然後你只要拿 就是擦一點精油 然後用這個刮沙板 在這裡 掛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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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是跟外面接上很多那種 老爺爺 然後奶奶的照片行為可以合在一起 這條一直掛一直掛 或者是 如果你有吹風機 你就拿吹風機 不要燒傷自己 不要燙傷自己 就是一直吹一直吹 然後你吹到 右邊吹完吹左邊 然後 還有頂端的這個百會穴 你也可以吹一下 你就吹到自己有點發汗 如果有朋友可以一起幫你的話 就吹膏荒 膏荒就是在 後面兩面肩胛骨這裡 就是你也吹它 然後你吹到自己熱熱的發汗之後 你隔天保證沒事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穴位叫手三里 你仔細看 會發現我這裡有一條 有點像小玉琴的這種東西 有看到嗎 我沒有被加爆 我沒有被打 我是自己按自己 因為我來 我就說我來的時候 有一點就是吹到風 所以 我就從手三里這邊開始 然後一直刮刮刮 這邊有一條肺筋 沿到手的這個穴位這邊 就整條刮完了之後 一樣就是 你就不會感冒 就很舒服 但是刮沙完了之後 千萬不要洗澡 大概有四個小時 不要洗 然後你要先喝熱水 就是喝三杯熱水下去 這個是我認為非常好用的 那當然 平常除了面對感冒之外 睡前 為什麼我放在旁邊 因為睡前 我會拿來刮腳底板 腳上有千千萬萬的穴道 都是對我們身體太好了 所以沒事我覺得活躍它一下 那我想這畫面 你們應該也不想看到吧 女人在那裡 又刮腳這樣 自己在不管食補上面 或者是 就是我會煮那種 紅豆 茯苓蓮子湯 美白去濕 又去水腫 然後或者是 吃桃椒造角米 就是會幫助自己的皮膚 水嫩水嫩 就是你慢慢經過自己試驗之後 就覺得 真的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就會 每次看到相關的資訊 就會看一下 然後 再適用在自己身上 然後當然我的長輩 就是家裡的長輩 有時候也會發一些太極啊 然後把斷景的一些 video給我 所以我們就會 互相交流一下 就是我隨身會期待的辣椒粉 所以就想到了 因為我是一個很害怕麻煩別人的人 然後常常去外面的餐廳 尤其是去比較好的餐廳 其實師傅會很討厭你在他的料理上面加辣 所以呢 跟他們要求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小白眼 我後來就學會了自己帶 不要告訴他們我有家 但是我又吃得開心 基本上我到任何一個城市 我都會去跑步 就是第一件事 而且因為我們常常飛 很容易是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剛好是早上六七點那一鐘 然後 然後 我會先去跑步 跑完之後再回來一起洗澡 那你跑完之後 你就整個人就 哇 整個人清醒 不然的話其實 一睡下去你的實相就會很難挑 就讓自己先high起來 那我去 準備一下 因為我的小團隊們想出去逛逛 把我的東西帶一帶 辣椒粉一定要帶 然後 手機要帶 我出門時候一定要帶環保塊 所以這個我可以蓋著 跟一個喜歡的墨鏡 出門 還是要戴一件外套 巴黎現在看起來好像有點太陽 但是到晚上就會變很冷 所以 穿這個應該會有點太正式了吧 畢竟跟它是去觀光街 還是我來穿這個大外套 這件出手就完全不會冷 不管它降到零下我都不會冷 椰子的話我來挑一雙小黑靴 小黑靴還不錯 而且又是平底的 還滿適合今天的專門 小黑靴 好看嗎 好啦那這也交給你們囉 我房間的蠟燭還在點 所以走之前幫我把它吹掉好嗎 有看到帥氣的我嗎 我應該這樣換掉了 這樣更帥一點 他眼睛就不戴了 好不熱情喔 你們都沒有認識我 再見 掰掰 掰掰 現在一定會很高興 為什麼來到了這裡 來到這裡法國怎麼可以 不帶他們的法國麵包呢 所以我來看看看看 是不是很厲害 滿載很貴 不要開始了 誠實 簡單 努力 認真 黑 指甲不好看 我剛剛想了好多 大小眼 咖啡色眼珠 愛吃 然後 喜歡跑步 還有 大板牙 然後 還有什麼 直腿 嗯 記憶力不好 還有 唉唷 唉唷 不能講 我們說黏色 金黃色 然後 這是幾個嗎 13個還有7個 不喜歡公平鞋 旅行 自由 想飛 還有幾個啊 還是三個 沒有爆炸吧 感覺好像幾秒鐘都爆炸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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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可以吧 啊 有什麼 嗯 啊 快一點 搞笑不搞笑 不搞笑也算一個 然後 不想買也可以算一個 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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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歡迎 你走到後面嗎 沒有 那是一筆 的 是 貓國人的孩子 那是 她說這是孩子們寫給她的信 裡面有各種孩子們的願望 在這個在上面 對 我問你 是 你改變的衣服嗎 是的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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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 在年曆 你 在年曆 你做到每個月 對 在夏末 我們要工作 約六到八個月 然後我們要工作 六到八個月 我們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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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要工作 在那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 很近 是 小的 河 在沙米 我們要工作 我喜歡 魚 魚 魚 對 為什麼你教我 我教你 是 是 是 在法國語言 是 是 鵬 一些 雞 雞 I 圣诞节快乐 嗨Vogue台湾 MerryChristmas to you And Happy New Year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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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ye Hello大家好我是君宁 现在是Vogue的乒乓乐透时间 背叛 这么强烈的字眼 背叛的意思就是 有人跟你说是一国的 但是却跟你不是一国的 然后就是 把你心头上的一块肉挖去 是不是很残忍 然后跟我的关系就是 我被背叛过 但是我告诉你 不要害怕 被背叛之后你就会成长 所以背叛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 唉 你可起我今天是太残忍了 信任 信任呢 就是你要打开心去相信任何一个人 还有任何一件事情 就算被背叛过后 还是要心中充满希望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些人做这些信任就是 在自己的立场可能比较自私吧 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人的心意 或者是他自以为自己用了这样的方式在 帮助别人 但是当另外一方感受到这样的 或者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就会觉得那种信任是被瓦解跟打破的 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有点悲伤 但是最近就看了一些文章 就是包括达拉喇嘛说的五件事 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在这个时间出现 然后会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当下可能那是一个伤害 你等你试过境迁再回头看出 那是一个必要的伤害 因为它会让你更了解你自己的内心 好波动汹涌的两颗球 第三颗球就是 坏人 背叛你的人不是永远都是坏人 我要出的体式 诶我记得什么 初中 就是我刚反正在犹豫要写初心 不要还是初中不要 然后就是我觉得 初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也只时时刻刻提醒我的事 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 对一开始的心情之中 为什么要做演员 为什么要进行圈 为什么要爱上你的人 为什么要跟你的人做朋友 就是初心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所以希望 就是送给大家 希望你也可以摸到它哦